1966年红卫兵为何冲击国防部,为何陈伯达一张纸条就能让事态平息。 李天佑是中国解放军高级将领。 曾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团长,参加平行官战斗。 国共内战时期,历任北满军区参谋长、松江军区司令员、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、东北野战军第三至八军军长、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,曾指挥部队参加三下江南、参加辽审、平津等战役。 中共建政后,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、司令员、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、代理司令员、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、中共中央军委委员。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 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,工作组被迫撤出学院,一些学生进京上访,冲击三部机关,并因李田佑派工作组去学院,称他是学院黑帮的总后台,要求他出面回答问题。 。 李田佑先后五次接见学生代表,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。 几天后,他又带领检察组前往学院,进一不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。 他一进门,就在学院办公楼门口接见师生员工。 在讲话中,他说,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,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,不能搞打、砸、抢。 话音未落,有人当场喊起来了,你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 李天又上将。 李天又反驳,我怎么不执行? 在战争年代,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,所以才打胜仗,今天我一来就传达毛主席的指示,连大门都还没进,怎么是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? 国庆节后,林彪以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紧急指示,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涌现出革命造反团,红色造反联络总站,革命联络总站等三大造反派组织,并且开始进京串联。 其中,革团的成员专门整理了一份造李天又的反的材料,称李天又是镇压我院运动的罪魁祸首,并且将攻击李天又的大字报贴到了国防部大院里。 10月26日上午,革团的15名学生又闯到总参文革办公室,要求和李天又辩论。 李天又当晚八时接见隔团造反派,做了长达蜿蜒的讲话。 谁知他走后,造反派又不满意他的答复,冲到国防部南门警卫室,大喊住,要再捅李天又辩论。 结果,李天又又不得不连续两次接见他们,反复解释,可是造反派仍不罢休,一直占据住警卫室,死活不走。 这是学生一回学院,他们强行砸开保密室的门,殴打前来劝阻的警卫战事,引起冲突,导致双方人员都受轻伤,酿成所谓的1031事件。 林彪天安门接见红卫兵,于是,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。 为了越过警卫战事手腕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,他们找来木板架到战事们头上做跳板,最后像当年赤卫队打土豪那样,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。 然后,500余人冲进国防部,在大院里静坐,并拦截汽车。 事关重大。 国防部立即把紧急情况报告全军文革组长,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。 刘志坚马上打电话向林彪报告。 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张云生,据他回忆,刘志坚的电话响了半个多小时,萧华又来了电话,他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,也主张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。 林彪得知此事后,有点惊讶说,冲进国防部了。接住,林彪把拿提推给军队的文革小组去处理。 军队的文革小组。 军队的文革小组李曼村、谢唐忠,新国致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国防部,可是,学生们不予理睬。 于是,军队的文革小组向中央文革求援。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派张春桥,其本与会同中央文革的军队成员谢唐忠,出现在国防部。 陈伯达和林彪。 张春桥掏出一张纸片,宣读陈伯达亲笔写的指示。 据档案所存,陈伯达的指示全文如下。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,大道理管小道理。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。 今天的是不管你们有这样或那样千条万条的道理,但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,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。 你们忘记了大道理,把这样的小道理摆在大道理之上,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呢?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,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谈清楚,有什么委屈可以一个一个解决。 在文化大革命中,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,自己提高自己,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,骂人不好,打人更不好。 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,不要在那里顶了,你们年轻,不要以为自己都对,谁也说不得,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,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。 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,偏听偏信,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理上前进。 再说一句,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,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,改正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。 闹了一天的学生们,这时只好散去,退出了国防部大院。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军委和一些老帅的重视。 随后,中央军委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来经人员大会,贺龙、陈毅、徐向前、叶剑英等人分别在会上讲话,明确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,对文革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批评。 几位老帅的讲话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,也给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泼了冷水。 震惊国内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喧嚣落幕了。 就是 dunk锦和上一位在目的下风转 не弄行。 油脑体的主旨处理。